Hello 大家好 我是Automachie 的 Dennis 然后现在在我们争后的就是 Mercedes-Benz Malaysia F 刚刚发布的这个全新的 AMG 它有三辆紧凑型的这个车款 分别就是这个 AMG A35 Edition 1 还有在中间这辆红色的呢就是这一个 AMG GLA 45 还有在右手边那一辆呢就是这一个最新的 A45 Edition 1 版 好 我们现在就为大家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首先这次发布的 AMG 系列中只有 A45 S 还有 CLS 45 是仍然采用 One Man One Engine 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它的引擎盖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是哪一个组装师傅帮你组装这辆车 然后还有他们的签名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A35 Hatchback 它搭载的是代号 M260 2.0 四缸双涡轮增压引擎 我在这边偷偷告诉你 它这支引擎呢是跟 A250 是一样的 不过在经过 AMG 调效以后呢 最大马力提升至 306 HP 峰值扭力达到 400 Nm 并搭载就是 AMG Shift Speed 的这个气速双离合变速箱 还有 AMG 版本的 4Matic 全气系统 全部就 AMG 就对了啦 它的 0-100 加速是 4.7 秒 比我们之前试驾的 Sedan 版本中快了 0.1 秒 想要看看我们 A35 Sedan 试驾影片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不过你们就不要想太多了 普通的 A250 是调效不到这样的一个功力的 这次发布的 A45 是 S 版本 它用的引擎是 AMG 最厉害 4.0 HP 峰值扭力达 500 Nm 能够比普通 A45 多出 34 HP 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增压值从原本的 1.9 bar 提高到 2.1 bar 的关系 这个 A45 S 搭配的是 8速 AMG 双离合变速器 0-100 加速 只需要 3.9 秒 至于旁边的一个轿跑版的 CLA 45 S 就慢了一点 要4秒 这辆全新的 45 S 除了升级版的就是 地表最强 2.0 引擎之外 最受瞩目的就是 AMG 版的 4 Matic Plus 这个 4 Matic Plus 全驱系统跟 A35 最大的分别就是 还有一个 Plus 的字 OK 这个 Plus 就是传说中的 Drift Mode 了 你只是要把这个驾驶模式换成 Drift Mode 你就能轻松的做飘移了 同时 CLA 45 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内装部分 不管是 A35 Hatchback A45 S 还是 CLA 45 S 都有 AMG 的 Bucket Seat 然后 45 车系的 AMG 方向盘呢 还有 Akantara 皮 和这个 Color 的回阵标 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切换键呢 是 Color Screen 的 很 Hightech 又很有战斗格 你一坐进来整个就是世界上的一个享受 然后这个 Dashboard 基本上是这一代 A-Class 的招牌 有悬浮式的 10.25 寸双联大屏幕 还有这一个氛围灯的设计 无论是触感还是世界上都显得非常科技化和运动化 它的这一个 MBUX 主机 除了招牌的声控功能之外 这些功能还有 AMG 的 Track Pace 功能 可以记录很多 data 就包括你下赛道的话 还可以记录那一个前数 在外形上 A35 和 A45 都是 Edition 1 版本 拥有 AMG Aero Dynamic 的空力套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周围都有 Piano Black 的 Body Kit 有 Spritter 啦 还有后面这个有个很大的招牌的 Spriter 下面呢还有这一个双边双触 还有双边单触的 Address 先不管会不会跑先看起来就很凶了 同时呢两两 45 都跟大哥 AMG GTL 借来的这个 Panamericana 的直铺式的水相护设计 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 Front Grill 了 OK 所以一把这一个 Panamericana 的 Front Grill 借来过后 价格跟那个外观看起来都很像很凶了 同时这两架 45S 都采用了 6 Port 的 Brake Caliber 所以这三个 AMG 宝宝到底要多少钱呢? A35 Hatchback 的售价是 379,888 非常吉祥的一个号码 A45 S 的售价为 459,888 也非常的一个吉祥 AMG CLA 45 S 的车是 448,888 比单开大家辆的车多了一个吧 以上三个车款你到底会选哪一辆的呢? 因为这一次时间有限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不及讲解更多 我们会以这个借口跟原厂安排借车来做一个试驾的测评 喜欢这次的影片吗? 记得就是按赞分享还有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拜拜